大家好,我是彩虹 爱吃糯米粉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做法 超简单,超好吃 300克糯米粉粒,加入60克大米粉 30克糖,不能吃甜的可以用零卡糖来代替 混合均匀 再倒入370克牛奶 冰到边搅拌 最后搅拌成细腻素滑的面糊,调起来成流线状 盖好静置10分钟 然后再将面糊搅拌一次 倒入到合适的模具里 里面记得铺好油纸,方便脱膜 我用的是450的吐司模具 表面撒一些自己爱吃的果干 花生碎 凉水上锅蒸 上汽后蒸35分钟 关火后取出来净至晾凉 脱膜后切成小块 每切一块都要分开放 否则就会粘到一起 然后在切面处裹上熟的黄豆粉 装盘开吃 这样做的糯米糕 松松软软,糯唧唧的 有米香,黄豆香 吃着微甜不腻 软糯,筋道,不粘牙 做法还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试试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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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